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一个 进阶操作 制作表白QR Code 那制作表白QR Code呢 第一个我们看结果这个工作表就这样子一个 QR Code 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在范例这边来做一下 说明 第一个 我们选择 开发人员 插入里面的 这个东西 其他控制项 然后进来以后呢 我们要选的就是这一个Microsoft 8Ctrl16.0 这个项目 按确定以后呢 在我们的工作表上面拉一个 要放8Ctrl的那个 大小 那个大小 所以一个方框 方框又他是条码 那没有关系 一样 我们再按滑鼠的右键 再选一次Microsoft 8Ctrl16 还有物件的内容 把它选内容 然后呢 这个你自己可以点一下 样式这边把它改成QR Code 就11 11就是QR Code QR Code 然后呢 他有一些什么验证啊 粗细啦 像粗细你可以自己设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都可以自己设 实际上来讲 你注意到这些 你这是QR Code 你设这个没有意义在 一般来讲 标准就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按确定 确定完了 你看到这就QR Code 他出现的到什么 Sample Sample 那我们可以在滑鼠的右键 选择内容 选择内容 然后这时候呢 在value这个地方打我们要 讲的这个 去指 I love you 或者是什么 I miss you 我比如说我要来一个改成号 Miss you 然后好了以后呢 你只要干嘛 把这个视窗关掉 他就马上自动变更了 这边就出来了 突然你所 写的英文字 所代表的意思 所代表的意思 那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点 是不是说我可不可以去写说 中文呢 有没有 那我们要把他关掉 有没有 注意到大家看到没 他不支援中文 对他而言这个地方 注意到他 他没办法支援 所以其实请你 只能请你打干嘛 打英文 才可以的 有没有 我